其實像上課說我會放這個 主要是因為讓 讓有些孩子進來 欸奇怪怎麼會有這種東西 他們就會覺得 欸蠻新奇的 101啦妹 最喜歡的 我個人偏好 個人偏好 我最喜歡第四本 Polome的溫柔 只覺得欸好看的 我來說也是一樣3C 3C 溫柔的意思 明明就是英文補習班 黑板上卻出現 另類的日文膠材 封面上各種性感姐姐 穿著火辣香咽 這合適嗎 其中有一本被高中生 借回去了 拿回來說 5、6月不見 3、4月黏在一起啊 好恐怖啊 可以拍不要亂轉 拜託你們 什麼東西黏在一起 不好說 但老師在牆台上的行為 都被學生錄影流出 有些家長發現後 怒刺根本就是 遭到投訴的武器班 就位在這人來人往的大街上 負責人黃姐 頂著一頭時髦捲法 也對家長指控 她卻有另一套看法了 我比較喜歡的 HOME的溫柔 對 那 聽的當下 你會覺得很青澀 可是其實你如果 去想一下裡面的英文內容 其實真的是還好 然後再來 有時候口訣在教導的時候 就要慢慢引導 那這就是老師 珍藏多年的這個書籍 每次去 毫不掩飾的分享 利用情色書刊 創立獨門口訣 還找來學生 直接掩飾一段 記不記得那個口訣 我記得那個口訣嗎 數量 Amount答對 ABSD 哪Q Q 荒德平答對 就大概是這樣 我們沒有生好喔 好 太清楚 我時候是跟學生 比較沒有距離的 同學在老師 有時候學生上課 他們一整天 那學校也累了 所以來補習班更辛苦 所以有時候有一些 帶有一點黃色的一個笑話 可能會去增他們的精神 那除此之外 其實我把這個黃色笑話 有引進來 教學內容裡面 來幫助他們背一些句型 很幽默 然後很有趣 然後不會無聊 然後不會想睡覺 口訣很好記 然後上課 就不會很無聊 簡單的生理性教育 這種課程是能接受的 但是情色雜誌 我們完全不接受 我覺得這個當然是不適合啦 因為那個畢竟青少年 他們心智不是很健全 我個人是比較不贊成的 不管學生接受度高不高 多數家長是反對一見 重點教育據說已經違反對 就是這樣疑似性騷擾的行為 我們現在是 我們會 就是已經通報那個 我們本府的家庭暴力 寄信心海房市中心 我們剛剛已經致電 他們不能不得再用這個 不當的康務上課了 突發中心 被教授一直是我的夢 寶寶